《美丽的限制》 协助了来自各地众多的客户 发展他们自己突破性策略 自2013年起 Eat Big Fish已经连续10年发布了 全球挑战者品牌榜 每年从全球范围内评选出 该年度值得关注的20个挑战者品牌 这些品牌除了爆发力的成长外 重点是他们非常有态度 而这本书的另外一个作者是马克巴登 同样负责经营Eat Big Fish 在美国西岸的业务 而此次的选书理由总共有三点 第一个本书不只是鸡汤文 而是会把转化的配方跟步骤 跟大家说明 第二点我认为是书中提供了 大学生应具备的能力 我将这群满18岁的学生 视为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接棒者与伙伴 而能够面对困境与陷阱 如何转化是应该要知道的能力 第三点 书中有三个主要企业案例 跟两个教育转化案例 在教育中 其中一个案例以台湾为介绍 关于第一点与第二点 我简要说明一下 在我们生活中其实充满着限制 小到个人资源的取得 达到组织的运作 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怀疑 而这个限制可能来自于外在环境 但也可能来自于自己本身 而本书的副标题就是 如何将限制转化成优势 而且为何这是每个人的责任 因此既然限制无所不在 不可避免 那我们就要学的是如何转化限制 学会转化限制这个词 一说出来是在非常鸡汤 仿佛演讲激励人心的结尾词 但是如果这本书只是讲鸡汤结尾词 那其实也不用读了 我之所以选这本书来介绍 就像书中的《隐言》第十一页提到的 美国人常有句老话 当人生给你酸涩的柠檬时 不妨把它做成柠檬汁 但似乎没有人告诉你 接下来该如何做 也就是做成柠檬汁的配方 究竟是什么 而这本书就是把转化的配方 跟步骤跟大家说 即使如此 又为何我会想在教育社群 推荐这本书呢 我想推荐的理由是 在大学端的学校现场 我们所授课的对象 是18岁的成年人 不管他是否心智上符合一个成年人的成熟 作为老师的我们 都会以面对成年人的态度来对待这群学生 所以在知识的教授外 我们还或多或少在相处上 把他们当成能够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接棒者跟伙伴 所以一定会希望他们具备 能跟我们一起解决问题的能力 而对人类更好的企图心与动力 运用创新跟创造力转化眼前的限制 以下是正式的书籍介绍 因此如何将限制变成美丽 变成推动前进的养分 书中共分成11章 但转化步骤主要放在第一章到第六章 对应于书本的第19页的图示 针对心态、方法、动机来做说明 后面的7到11章 类似于前6章展开 特别在第9章 匮乏与富饶能带来突破性的思考 以下简述各章 第一章受限制者 调试者、蜕变者 说明了受限者、调试者、蜕变者 并非固定不变的个性 没有人天生就是蜕变者 因此受限者、调试者、蜕变者 所显示的是一种思考一件事物的状态跟阶段 作者甚至在第30页提供了一个量测表 并认为只有在信念墙凭自己出使进行的信心墙、个人 凳基墙、三者皆高时 才有可能让受限者转化为蜕变者 如果你的课堂中有当过学生 可以回想一下那个极力挽救成绩学生的状态 应该就不难推想这个例子 在第二章 突破路径依赖 对我们解决困难时 我们其实很自然的会在脑中 在过往的经验中去搜寻 作者称这个叫做路径依赖 突破路径依赖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思考会有惯性 因此作者提出了一个解套的方式 第一个先找到我们封闭的原因 也就是把你的路径摊在阳光下解释 你可以一一写下来 然后把它放一边 第二另外选出对这件事情重要的词汇 并说明它们的含义 第三然后检视你的思考路径 是否有偏离这六个词汇 第四对偏离的六个词汇的路径 找寻替代方案 第三章提出挑战性的问题 这章的重点是将企图心与限制组合在一起 而提出问题 而且这问题必须在具体 全则合理 越清楚的状况下提出 才越具有可思考性与解决性 作者移 我们如何减少车祸发生 这个渐进式的问题举例 他认为还不如问 我们要如何预防所有因人为所疏失造成的交通事故 这样子的提问不但点出了问题的限制 锁定在因人为疏失 还明确界定了企图心 在教室社群中 简老师与陈老师都分别介绍过提问力这件事情 这边的提出挑战性问题 就能够回应简老师介绍的提问实践力指南中 将提问与生活具体事物扣连发生 引发学生动机的部分 另外我们也可以回想一下 陈老师介绍的提问力启动探究思考的关键中 探究关键理解的四步周中的厘清与决定关键 在前面两次的教师社群提问力的分享基础之上 这本美丽的限制提供给我们把企图心加入提问的思考 而这企图心的激起 常常是从矛盾中被凸显的 比如设计一个低成本但创意的玩具 在第四章中如果就能此章详述了解决限制的九种类型 也就是在第91页到111页 我个人觉得非常实用 可以单独作为操作手册放在书桌上 而这章也以台湾1949年开始的教育改革 来说明匮乏与转机的成功案例 书中提到了1949年蒋中正与台湾成立新政府时 但当时面对的处境是台湾天然资源评级基础建设疲弱 还有200万新入伍人口 第一个挑战的问题即是 在没有天然资源情况下如何发展经济 作者认为当时虽然没有如果就有的概念 但是我们的确用了如果就有的做法 台湾政府转化了对于天然资源的定义 把天然资源定义为人民如此开始跳脱了以农历国的思考 把国家重心由农业转为轻工业 并且规划了国民义务教育与技职一般双轨的学校 作者也提醒挑战可能的对策是绵延扣连的 是一种挑战可能对策 挑战可能对策 挑战可能对策 无限循环下去的状态 因此当然可以对政策解决以后再有新的挑战 正如我们现在就是面对国民教育普及后的各项新问题 第五章开创丰富资源这张提醒 在思考解决限制的时候 把思考后的可能性对策与利益关系人 外部伙伴 拥有资源的人 对手 这四类的人具体关联与价值 都必须思考一遍 有助于方案的可行性与价值 第六章启动情绪 作者认为正面情绪与负面情绪 都有能够驱使我们面对限制的企图心 他认为正面情绪如快乐 兴高采烈等 能增加认知上的弹性 提高安全感 让我们得以更积极地去探索可能性 然而负面情绪也有其架实 特别是愤怒与焦虑 能使人认真工作 直到完成为止 文中指出愤怒多数时 会让我们只看到自己在意的那个点 并且盲目 但焦虑却是很好的着力点 充分激发我们采取行动 而不被恐惧瘫痪 因此当挑战问题遇到强烈情绪时 我们会有所突破 若没有能够启动适当情绪 就容易退回到受限制者的心态 第七章 一无所有的富饶 本章探讨在完全缺乏资源情况下 我们有可能成功吗 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说中举了企业为范例 但我认为作为教师的我们 可以把此章转换为学生自我检视 自身状况的盘点学习表 运用书中第186页图表 让学生进行在面试前或专案成果发表盘点训练 也就是你如何行销你自己的练习 将书中的六个提问转换为 打从骨子里觉得有趣 换成你能让人觉得你幽默风趣吗 你的专案够吸引人吗 利用他人的资源转换为别人在你的影响下 让你如何如何 转换后的表格 可运用于学生自我能力的盘点 特别在面试前或专案成果发表上 第八章 限制导向的文化 在此章中介绍了企业文化所带来的限制 应该如何看出这个限制的美丽 由于以企业为主 我这边就不多琢磨 但书中第210页的 成功的变革所需的各项元素 我认为非常值得一看 学校教育单位虽然不是企业 但是在实际运作上 我们有院、系所、教师社群、学生社群 一路往下分出不同的组织 这些社群组织都会遇到一些组织转型 僵化、兴起界定 各种主动跟被动的变革 如果不想瞎忙 我认为这个图表 有助于我们思考 各自在所有不同所属的社群中 操作事物时的检视 第9章 匮乏与富饶 迪根斯的名言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也是个最坏的时代 这句名言既真切又实用 几乎什么都可以用上此句 作者认为此句话 其实凸显了 区乏与富饶是并存的 例如FB或LINE上有300名网友超多社群 这代表着我人脉丰富 还是反而压缩了我与身边最重要的人面对面相处的时间 网络上协助学习丰富的资源平台 并且动态的呈现着 当富饶过头 很自然会呈现新的匮乏 如此会开启新的富饶形式 譬如在家庭资源有余之余 作为父母的尽可能提供孩子各种机会 并且以保护或赞美作为相处的态度 期望他们少吃点苦 少点失败 但这可能反而让孩子遇到事情 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因而出现新的事物处理时 容易焦虑、逃避、放弃、挽收 无法长出真正的自我这些匮乏 在推想问题后 可能在教育策略上 又会给孩子另外一种新的方式 这样子的思考模式 就是匮乏与富饶无限循环的回缺模式 而转换的思考点 通常不是落在匮乏或富饶的任何一点 而是在他们的教会之处 却思考如何将会法转化为富饶 第十章跟第十一章 基本上总结了前六章再次多说 而以上是书籍的简要介绍 最后我要说我之所以会推荐此书 是因为这本书除了提供我自己本身 在面对困境限制时的思考工具书 让我自己能够将消极怨恨转化为企图心 进而寻求新富饶的可能外 我认为一能够提供教师在教学现场 培养学生面对限制 解决问题的能力 让学生观察到事物的正面性 并且看到这件事情 匮乏与富饶的交汇点 然后提出创意突破的观点 转化限制让限制变得美丽 变成推动前进的养分 在教学场域 培养我们自己与学生 都成为具有蜕变能力的蜕变者 感谢观看